每个小朋友都很喜欢过生日 而且最好的就是生日可以收到很多礼物 不过这位住在马来西亚冰城的小小孩杨浩宇 他今年生日的时候 要大家不要买礼物给他 省下的钱通通捐出来 小朋友过生日 最期待的除了吃蛋糕就是拿礼物 但这位小寿星杨浩宇不太一样 不用带生日礼物 为什么不要带 因为我要募款 大家也真的都没带生日礼物来 但气氛却是更欢喜 就是好的 用一个好的念头来看这个生日会 所以就想到一个方法 就是说可以来募款 六岁的浩宇也是慈祭小会员 他是靠做家事来存善款 如果我们每天都有做家事 你们六岁我们给我两条纸 所以现在浩宇每天都有这样子做好事 所以小朋友你们要不要跟浩宇一起这样做 得到大家的认同 浩宇也有了勇气 开口沐心沐爱 每个月要不要捐一点点的五毛铁 我觉得很好啊 从小就教他们怎样帮助人 看到有需要的人应该要怎么做这样 一上学浩宇就立刻捐出红包 还把刚拿到的收据一一发给在生日会上他募来的会员 我捐这个是你的手机板的你 这个是你的手机板的你 沐心也沐哀 这场别具异异的生日会 大人小孩都难忘 大家新闻胡惠芬 马来西亚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